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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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开心哥 我们有老哥说想看看CZ75 我们今天又有两支一起看了 我们手里有的就是前面这支 CZ的SP01 Shadow 后面这个就是经典款的 老版本的CZ75 今天简单聊了 前面这支呢 这个是ASG发行的 2018年了我记得 2018年上市的 KJ代工的 KJ代工 这支是A Plus客制版 它就是客制全一点 是吧 这边有产地啊 捷克共和国啊 然后这边外馆上 这边这些字 这边都有啊 包装就在这里了 A Plus 这个不知道他们跟 景星是吧 跟KJ这个 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这里有个标了 包装 板上了 ASG发行的 刚才我们说到 是吧 2018年 其实后来在2019年 一年之后 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Shadow 2已经出了 这个Shadow 2就没有了 Shadow 2就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怎么说 Shadow 1的话 我已经 这个已经得到了满足 已经得到了满足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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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后来 这个KJ还出了一支 就是ACCU啊 一个叫什么 就是什么 CC Custom那支 就是 带路外馆 然后直接就是这个白色的 而且前面还有个黑色沙子的 这个握把 握片 这个还是我单独 自己买自己配的 其实那支 ACCU那支版本已经有了 然后前面这个 最好看的 我觉得那个搬机不得了 它那个叫 应该叫什么 是不是叫 Flat Trigger 还是叫什么 这个呢 就是跟过去的这个一样 这个是什么 弯刀 弯刀搬机 月牙搬机 是吧 就是这种 就是牢款的 这种搬机了 其实我还在想 要不要把这支卖掉 然后换成那支 这个反正就是 还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然后现在已经 Shadow 2已经有了 然后后面这支呢 这个代号是KP09了 其实现在 也有授权版 ASG的版本 只不过这个 克制不太一样 好像是白色的字 这支也是A Plus 一个克制版 这支就是 当时应该 还不是授权版的 反正都是KTA出的 你看它代号KP09 你就知道了 这个就不带倒轨了 非常纤细 很有这种 像High Power的这种 有没有 看到这里 就是你观看前面 是不是 可以 观看前面 跟High Power真的差不多 这里 然后这个握把 这个橡胶的握把 你看到 这个其实我是把 SP01 Shadow 这个直接换过来 这会完全通用 握把完全通用 然后弹夹也完全通用 所以 就单说手感上 好吧 单说手感上 也加了一个橡胶之后 这个手感 确实比它原装的 原装的就是一种塑料 这个老板们经典款 好 这个不带倒轨 这个确实也非常有感觉 这支 而且一个经典的握持姿势 一定是要 是吧 这样 这个队长 队长 鬼子上来了 是吧 就是这样 兄弟们 给我顶住 就是这样 是吧 这样 CZ75老版本的 那其实来到了 Shadow呢 怎么说呢 你看到 有个造型 就更阳刚了一点 前面带倒轨了 当然 其实这支 当时我记得上市之后 我评价还不错 对 很有口碑好像 因为刚才我在 试打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 我打下来呢 我两个弹架 基本上惯了是八成吧 有八成的气 CZ75这支Shadow呢 我是打了大概 43发 对 八成气 中间没有换过 就是 我就是十发 十发这样 就被拍 拍这个视频 打了43发 然后呢 CZ75这支呢 CZ75这支 打了是 34发 所以你看到 对吧 它 就怎么说 企划表现啊 可能 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然后还有一个 我印象中 记得 就是它的准度还不错 是我刚才打的时候 感觉也是啊 虽然我这个距离非常近 但是我记得当时 好像是 因为它本身也是 针铁上面好像也是一个竞技型的嘛 什么枪管大概是4.75 然后这一支 4.75英寸 其实也有蛮多人 Airsoft也有蛮多人 用它来就是做什么是竞技啊 或者什么 我觉得它它准度是 还不错 我记得 好近距离解释一下 你看到这个Aplus 客制版啊 下面加了这行字 捷克共和国 制造 这个AS原版的是没有的 好吧 这边这个 搜寻版也是有的 然后它这一面呢 下面又是印了 这个CZ USA 美国的这个公司的 CZ USA的客制 它在外馆上的字 包括前面这些字 这个都是好像客制版 客制版加的 我记得是了 你看到这个 这边这个掉漆 这个情况 外馆这支是不带罗牙的 它其实后来 KJ有单出了一个带罗牙的外馆 外罗牙的 14毫米 那个我也有 单买了一个外馆 那窝片就是 自己换 但是前面它是应该有一个 送了一个 还有一个单独这个 沙子一样的 自己 自己在贴在这里 这我就没有搞这个 这个就 手残打 手残打 其实呢 它原本的 大家掉地上了 很心疼 就是这样 这是一只手垃圾来的 这个也是ASG的 手垃圾 这个把它的一只手垃圾 不过非常拉垮 是吧 大家看到这个 这都不行 这都没有了 这个也是 原装就是跟着这个橡胶 橡胶我吧 它拆呢 看一下拆 拆它还蛮 怎么说 CG CG的款 它拆就是 也是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level 但是它没有那些什么 什么卡 就是这样直接 捅这边 然后把它拿下来就行 然后就下来了 然后它的这个上升呢 是从前面 从底下这个套筒 整个滑进去 我看它的上下针 就是长这样 hop hop hop在这里 一个一只螺丝 这样转 它这个弹夹是 对不起 到地上 弹夹是26发 厚底杆 这个通用了 通用了旧版的 这个之前的 保底杆的那种 也可以用了 然后来看经典款的 CG75 也是Aplus客制版 下面写的是 捷克斯奥伐克制造 这个跟刚才不一样 捷克共和国 刚才那只 这次有什么历史上的 是吧 CG75 9毫米 趴拉的 这个 我把这个 那个high power 很有这个感觉 是吧 不带捣轨的 我换的是 橡胶的握把 这边 也是有编号 有字 都在 外观 都在这里 好 那这只拆起来呢 有一点点特别 它跟那个 其实也一样了 拉到最后 好吧 把这个 直接 拿掉 是吧 但是它呢 我之前发现呢 它你这样 是去不下来的 这支是你一定要 怎么说 扣 扣紧这个扳接 它才能拿下来 就是这么个操作 那它这里面 就是这样 这个上下身 能不能换 试一下 我好像之前有 之前有试过 好像 好像是可以 这有种 不一样的感觉 是吧 这个也是一样 一定要扣住 这个扳机 这个才能拿下来 后座力的表现上 这一支是比 之前几支 KP-09 来的稍稍大一点 但是稍稍大一点 它也不是说那种 后座力那种 非常饱满 非常立体的那种 给你的一个回馈 它就是一个 还就是 蛮平稳的 就是这么一个实际体 我怎么来描述 这个后座力 这就是你 我不知道是视频里 第一阵车视角 你能大概感觉到 它还这么说 算是蛮扎实的 一个手感 蛮扎实的一个手感 然后它因为 上下 这个还 都是金身 都是这个铝合金 这支包括之前这支也是 而且Shadow的重量 比这支又再重一点 另外一个 我觉得CZ75的特点 就是它的滑套 就是非常窄一点 就是高度 高度跟下身比起来 这里 这里就不行了 它其实现在 如果给感兴趣 可以看看Shadow 2了 现在大家都 好像Shadow 2 比较更受欢迎 但是其实外形上 它说造型上 我就是这个Shadow Shadow 1就是我的菜 这个我觉得OK的 当然就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更好看的 老款的 经典款的 CZ75 它有这种 high power的这种感觉 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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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吧 这个就看这个 它虽然没有光纤前击瞄 跟那个一样 但是就可以 这个瞄就是可以这样 这样rack 这个也挺 手感挺不错的 好 只不过这个 这个更薄一点感觉 是吧 这个云龙式 云龙式设计 是吧 CZ75 KSC KSC好像也有了 这个除了KJ KSC也有 这个握把换了橡胶之后呢 我觉得5050吧 5050 就是说一个手感 比塑料的之前 是舒服一点 但是另外来说 它也变厚了 因为你如果跟 这种铝合金这种 你可以比 大概我觉得 这个厚了有四分之一吧 差不多 哎呀 四分之一 好像太夸张 哎 反正就是这个 铝合金的这个握片呢 就是很薄的 就是很薄 这个握起来 就更舒服一点 虽然就说很硬 连握把都是金属的 整个握起来 怎么戴个手套 可能会舒服一点 会不会 哎 总之我记得后来 KJ还有各种 出了各种颜色 什么橙色 绿色 什么蓝色 非常花燥 SIDLE 2的握把就更多了 其实我不知道 SIDLE 2跟SIDLE 1 他们握片能不能互换 或者是弹夹能不能互换 这个 欢迎这个老哥 给我补充一下 就给我们 看看 以后有没有机会 我们去感受一下SIDLE 2 SIDLE 2 现在是吧 好像水弹也有 水弹也有 反吹还是叫什么 还是激光抛壳的 好吧 就是今天一个 简单的分享了 关于CD75 这个非常 非常 非常 说 怀旧嘛 也有现代 就是两种味道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点子 我是Tidy会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